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2日 今天是星期一 好 來到 2023年 就是第一個星期一 跟大家這節說說就是經濟問題 這節要說的是 香港成本 以及風險 實在是太難的計算了 連 就是做電腦的公司 都說計算不了 這節要說的公司是AMD AMD 就是做晶片半導體公司 AMD出來說 香港 風險營運成本正在 與日俱增 這個地方 風險實在太高了 我在 計算不了 真的有特首加持的東西 真的很嚴重 特首李家超出來跟你說 說這個 生意好 說要搶人才 越搶越出事 這個地方 很難的 你正在做奴才 你說要去找人才 人才就沒有了 奴才和蠢才就有很多 但是不好意思 你連蠢才也未必留得住 他們經常說移民的人是很蠢 實際上有太多他們口中所說的蠢才 離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到底要怎樣還留人才呢 我們這節約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法 即是無限巡迴播放大法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按閃電鍵 我們繼續誠意大家 嘗試用這個挖礦免費的 挖幣方式支持本台 Pine幣是到現在還未上線的 但是 已經有兩個交易所聲稱 可以為Pine幣進行交易 我們叫大家小心 不是去投資 我們只是叫大家去挖 如果你要去買賣 請小心注意風險 你自己去買賣 就不關我們事了 我們就是沒有叫過大家 那麼做 說回香港的情況 據說有多家傳媒引述消息 說這個半導體的生產商 AMD 決定 要將這個 全球的物流中心 由香港 要搬走 真是慘了 生意好啊 真是搶人才 搶到大公司 物流中心也要搬走 物流中心大公司也搬走了 那麼這些人才在做甚麼呢 做公務員 考警察 還是怎樣啊 還是做國安啊 你怎樣挽留人才啊 請問 你一個地方做不到生意 就自然不會有人來的啦 就是因為做到生意 才會有人來的嘛 做到生意的地方 才會去請人 大公司 就會請到 更加好的人 令到這個地方 就是人才才會增加 這個是一個 非常之簡單的邏輯 好了 但是現在大公司 說你不相信啊 是吧 他說你每一樣東西 使得這個地方 營運風險增加 你們那麼喜歡搞政治 不知道你甚麼時候 這次你賴Google 跟國歌有關 下次你賴到我的物流中心裏 怎麼辦呢 是不是又會有一大群人 湧上來示威啊 然後有人寫文章 說要把相關的公司CEO拘捕 你想想就知道 其實Google 這次這個事件 你認為 其實他們生氣嗎 其他公司 其他商家看到 你們香港這一班建制人士 那麼熱衷 搞政治鬥爭 寫文章說要拘捕Google公司的人 你猜他們看到 又覺得這個地方很適合做生意啊 還是 有機會就應該快一點 就是快一點離開 所以其實別人的決定 非常之簡單 這個地方 那個風險不斷增加 不如 我搬走了 所以 就在2023年 決定要把物流中心 從香港搬走 這次你很幸運了 不是去你的競爭對手 叫做新加坡 這次去的地方 叫做台灣 不過台灣其實也是你的競爭對手來的 不過通常比較的時候 通常 就是新加坡 但是去了台灣 去了台灣之後 別人的物流中心 過多久會回來呀 答案是 應該不會回來 香港政府 港共政府就是喜歡玩遊戲 之前就是玩防疫 用防疫政策 限制所有外國人 不能夠 正常往返香港 他們玩得很開心 覺得可以玩到很多 香港的反對派 黃絲啊 你們移民英國 又要飛回香港賣樓 好了 飛出去 不准回來 玩得很開心 玩一下玩一下 香港人 覺得很麻煩 但是香港人 不會因為你玩得很開心 我就 飛不到回來 就不賣樓的嘛 到最終 要移民的人 也是會移民 要賣樓的人 也是會賣樓 你去玩他 要去隔離 21天 你要他做核酸 你要他上不了飛機 到最後你玩的不是香港人 不是香港的黃絲帶 你在玩的是玩死你自己 外國的公司 外國的客戶 全部都不再以香港作為基地 到底 你是在玩人 還是在玩你自己呢 沒有人唱衰香港啊 每一樣東西都是你自己製造出來的 你要21天隔離 要做核酸 當時是你做的嘛 全世界正在 有秩序地放寬的時候 你是刻意 要玩政治嘛 為了你要限制那些人流動嘛 疫苗護照根本 就是沒有需要的 但是呢 可以逼人打針 又或者 不肯打針的人 周圍都不用去 所以 又是一個刻意操作 每一樣風險都正在增加 藍媒說這次AMD走 是因為中美之間的衝突 中美之間的衝突是甚麼呢 是不是每一樣東西關美國的事呢 美國一直在做生意 一直都想做中國大陸生意 向來的事 現在玩東西的是誰 玩東西的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要跟俄羅斯 緊密合作 你香港 還走去貼美國佬做甚麼呢 要貼就貼俄羅斯嘛 那麼好的機遇 你把握我那份啦 AMD就說這句了 所以你說那麼好的地方留給你們 親密的戰友俄羅斯 這個地方 我做不到啊 我在這裏又不知道甚麼時候給你 那些前特首走上來投訴啊 又說要報警啊 又說要詐騙啊 又說要抓人 連那些 九五八八 二三四線的政治人物都出來要抽水 要把外國公司都抓了 你們做的事情 跟義和團有甚麼分別呢 你不要說我抹黑你 除非你不承認 這個中國歷史 你們常常口口聲聲要尊重歷史嘛 你這樣玩 這個地方有沒有可能會經濟好呢 真的是 正常的邏輯問題來的 你的財政司 陳茂波還出來說對今年的經濟形勢 審慎但是樂觀啊 多厲害啊 還是樂觀啊 加息影響樓市 我告訴大家 他們現在最期望甚麼呢 他們最期望通關 他們要考慮的 不是 香港人的健康的問題 他們為了經濟利益 有時候甚麼都做得出 現在還有很多人 想著 哎呀 樓市跌得那麼厲害 1月8日就快要通關了 通關會有大量 就是內地人下來掃貨 下來 拿著一箱一箱的現金 下來買爆樓市 原本跌下來的樓市 一定可以升上去了 好了 如果你抱有這樣的想法呢 我覺得你應該好好把握 你還有六天那麼多 是時候你掃訂一些貨 預備賣給大陸人了 所以我勸你應該多買兩層 這個 我不是盡管你的 這個是你們的看法來的 你覺得國內人7月8日就是下來會掃樓 那你就應該多買兩間 預備賣給他 你見不見到香港人 團職那些 團職樓市的貨 預備賣給國內人呢 這個當然是看不到啦 每個人打算 1月8日說有國內人下來 把房子盡快賣出 只是從這一點 你也可以知道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會發生 他們現在 除了藍絲 給自己一個虛假的希望之外 其實香港的情況 可以用每方月下來形容 根本你看不到任何的因素 這個地方是會忽然之間回復的 你稍微用常理也知道 你這麼不正常的政策 有哪間公司 可以站在這裏 喜歡給你初元禁貶 做甚麼都可以 誰會在這個地方 這樣投資 就算我有大量的金錢 我都不在這裏投資啦 我要開物流中心 我都放在台灣 我都放在新加坡 為甚麼要放在這個地方 任你去 擺佈 你喜歡甚麼時候變 就甚麼時候變呢 請問 我們再說多次 香港這個地方 是一個很繁榮的地方來的 如果沒有了港共政權 香港這個地方 人們很勤力 這個地方 絕對可以是經濟龍頭 如果沒有了 中共 港共 我們對於這個地方 在未來去回復 是充滿信心的 大前提很簡單的 這個地方要生 就一定要你港共和中共滅亡 這個一定是事實來的 你想 中共和港共 在 害子暉 武龍禁武 搞政治鬥爭 又想這個地方 可以大大力做生意 兩件事是矛盾的 兩件事是難以同一時間共存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在這年多裏面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